好 下面我们来看专题五 叫导书的定义及其几何义 第一个导书定义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Δx 这叫增量式 那么一定要在这个题目中看出来 谁是Δx 同时要注意这个Δx是不是可证也可负 如果这个Δx只能取零证 那一般就是诱导了 如果这个Δx只能取零负 那一般就是左导了 那种情况要格外注意 那么导书定义还有第二个说法 那就是这个比值式了 fx-fx0 那比上x-x0 求这个点的极限 好了 这是导书定义 剩下的就是导书的基本定义了 像第二个 导书要想有需要什么 需要左导右导都是A 那左导右导都是A 才能保证这个点的导书就是A 就是存在了 第三个那是我们经常背的 可导必连续了 如果函数在这个点可导 就是这个点的导书有 那么立即推 函数在这个点必然干嘛呀 那必然是连续的 但是注意反之呢 是不一定成立 这个反之不一定成立 是不是经常拿绝对值 在零点来去当这个反例 实际上啊 这个第三条这个结论 大家可以这个再放宽一点 就是我们屏幕上这个柱 其实我们早在一千题 这个串讲里边呀 当初就讲过这个结论 如今呢我们再讲一遍 就是说 如果这个点的左导数 跟这个点的右导数干嘛 那都存在 是都存在啊 左导数有 右导数有 管他等不等来 无所谓 就能保证什么 呃 圆导数在这个点是啊 连续的 这个结论得知道 那你比方说 你可以拿谁呢 拿着这个绝对值 在零点去理解 你想绝对值 这家伙在零点的左导数 有没有 有 负一 右导数 有没有 有 就是正义 是吧 左导有 右导有 呃 有的数老师 那正义跟负一不一样 你管他一样不一样的 我又没问你 导数有没有 我是问你连不连续 听到没有 那你看 左导有 负一 右导有 正义 那就足以保证 这个绝对值 在零点是连续的 那你想想 是不是果然是连续的 那不就是 验证了这个结论吗 啊 好 此时这个需要记住 那么第四第五呢 是讲的这个 呃 机有性跟周期性 这两个结论呀 往往是混着用 像2017年 呃 数学一就考过 又考的这个机有性 来就帮我们解决 导数预算 然后呢 后来在 哪一年呢 在20 呃 2022 还是2021 还是2020 反正近三年吧 记不清了 近三年又考了一个填空题 要同时借助机有性和周期性 把那个题拿下 啊 就是这两个结论呀 有的时候是混在一起吧 记住 呃 你是机的 你的导就是偶 你是偶的 你的导就是机 你是以大题为周期 你的导还是以大题为周期 这一段非常好啊 好 那么再往下 就是导数的这个几何意义了 这个点的导数是什么 就是这个点 呃 曲线在这个点 七线的什么呀 两个字 斜率 所以就能写出什么 写出咱们的七线方程了 那就是 Y减这个点 等于K倍的 X减这个点 当然也能写出法线方程 我们没有写 好 那么第七个呢 这是一个题员 这个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说如果函数在这个点是连续的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就是这个极限得存在是K 在这两个要求下 能得到两个结论 一个结论就是 函数在这个点的直为0 第二个结论就是 函数在这个点的导数直为K 呃 这两个结论怎么来的 我大概说一下 第一个结论 很容易证出来哈 你看 咱俩相除是K 那母为0 这不母为0吗 推什么 推子为0 是分子的极限为0哈 那你的极限为0 你又连续 那你看 你又连续 那你的极限又是0 说明什么 说明你自己的直不就是0了吗 所以这个就出来了 那你自己的直是0了 往这一减 走导数定义 是吧 FX减它 除它 等于K 那导数不就是K了吗 那就这样来的 这个第七个哈 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第七个考过了 在2002年的 2007年 2007年的时候 大家数一数二数三 都有一道选择题 那个选择题呢 就是考的这个特例 将X0取成0了 那屏幕前的 你可以翻一翻 07年的试卷 有这么一道题 把这个点取成0 那这就变得特特别特殊了 0点连续 那直接是FX除以X的极限 等于K 那就能推出0点的直为0 0点的导数就为K了 你可以找一找 好 第八个又是一个结论 这是讲什么呢 讲自己跟绝对值 二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自己在这个点可导 那么绝对值在这个点 可导吗 这个呢 导数是多少呢 都给你总结好了 看 函数自己在这个点可导 如果他自己在这个点大于0 能推绝对值在这个点 也可导 导数呢 就是原来他自己的导 如果原来的那个函数 在这个点的直小于0 也能推绝对值在这个点可导 导数呢 跟原来的导 差个符号 这两个 然后再有 如果原来的那个函数 在这个点为0了 在这个点值为0了 那这种情况下就麻烦了 这种情况下 这个绝对值呢 有可能不可导了 当然绝对值呢 也有可能还是可导的 那要看谁了 要看原来的那个函数 在这个点的导数的情况了 如果原来的那个函数 是第三种情况 在这个点的导数不得0 这种情况下 就能够推出绝对值 它反而是不可导了 那么如果原来的那个函数 它的导为0 那第四种情况 依旧能推绝对值在这个点刻导 而且导数呢 就是0了 这四个结论刚好是四个选项 A B C D 看到没有 这四个结论 四个选项 已经出过了 好像是在2002年吧 就是那个如果不是2002年 就是2002年往后往前多翻一点点 2002年好像是数三的卷子吧 当初弄过一个选择题 就让考生去选哪一个选项 这个能导致绝对值 它不可导 就是选这样一个选项的 这个需要记住 好了 那么解题要点 干货总结 我们就说完了 下面来举例子 看第一个 16年分段函数 分段函数比考分段点嘛 考分段点 什么间断 分段点 什么连续 分段点 什么可导 像这种间断点 连续点 可导点 这种多个概念同时出现 一定要从那个等级最高的入手 就是那个谁呀 可导 跟这个不可导 从它入手 不要从间断点到连续点 再到可导不可导 不要这样由低到高 你这样是处处被人牵着鼻子走 你比如你一坐连续了 那连续了还得再检查可导不可导 多麻烦呀 还不是直接检查可导不可导 好 那这个题呢 分段点肯定要导出定义了 而且呢 两段不一样 要分别用左导右导 左导是好办的 那左导就拿这个0的左边 这一段嘛 就是X 然后呢 F0是几 这不有个等号吗 显然F0在这个题呢 就直接为0了 那就是X除以X 左极限 那极限显然是1了 这说明它的左导是存在的 这个容易办得到 那么左导存在 我们再看什么 再看右导了 那右导那就是0的右极限 FX-F0除以X-0 好 那这个FX用谁 是不是用这个题目的N分之1 这个F0呢 咱们刚才说了 这家伙就是0嘛 好 然后呢 分母就是X了 那大家想 这个X取0正 这个下角标 可以改成谁 改成N取无穷的 为什么 你看这个地方 就有点加比准则的味道 你看 是不是X被夹在这两个分数线之间 你X要想达到0正 那N不得取无穷吗 我们说了800遍了 N取无穷 专指正无穷 那你想 N一旦取了正无穷 正无穷加1分之1 那这不就是0正了吗 正无穷分之1 那不还是0正吗 那刚好能导致X取0正 所以这个地方得看懂 X的取0正 就会通过加比准则的手段 那得到N 就是取无穷大 那接下来呢 就盯着这个后边的N取无穷大 求极限就行了 那么这个极限咋求呀 它又有N又有X 就用这个不等式 用这个不等式 创造加比准则 来看看 题目给的这个不等式 咱们变形一下 咱们想要的是 X分之N分之1 是不是X在分母上 所以把这个不等式变形 两端都取个倒数嘛 那X的倒过来 就是X在分母上了 那这倒过来就是N了 这倒过来就是N加1了 然后呢再干嘛 再给它多乘个N分之1 好 那X的做分母了 再多乘个N分之1嘛 因为你看 我们这段不有个N分之1嘛 所以呢再给它乘个N分之1 这不就行了嘛 那两端都乘N分之1的话 左端N就变成1了 右端就 那是不是变成了N分之 这个N加1了 那这样的话呢 待会看两头 在N取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左端极限是1 右端抓大头也是1 左右都是1 夹比准则夹在中间的 待会极限是多少 那不就是1了吗 所以待会夹在中间的 就是我们这个N取无穷大 这个极限 被我们用夹比准则夹出来 它就是几呀 夹出来它就是1了 那你这样想 刚才左倒是1 现在右倒通过这个夹比准则 那夹出来还是1 那说明左倒右倒都是1 立即回答干什么 那就是可倒 所以这个题 那应该是选4D就行了 这个题我稍微多说一点 各位如果我改一下 比方说我把第一段稍微改一下 这不是个X吗 是吧 你比如你改成什么 你改成2X 如果这改成2X 这是不是就是2X了 2X比I 那就是2了 如果左倒是2 右倒不动还是1 那这个时候我选啥 左倒为2 右倒为1 这个时候肯定不能选D了 但这个时候要选谁 选C 是不是就用到这个连续了 你看你左倒有2 右倒有1 那你运动老师不想的 你又糊涂了 你管它等不等来 我是问你连不连续 是吧 我们讲过呀 左倒有 右倒有 管它等不等来 就能推这个函数 在这个点是连续的 所以如果正在改成2 改成2 那就就要选C了 当年人家是没改成2 人家是改的都是1 那就选D了 这个题 好吧 这个题考的还是挺经典的 考到导书定义 左倒右倒 考到这个极限运算 加比准则 哎呀 挺好的 这个题 好 再来看第二题 填空题 13年说 Y等于I翻个字 由这个方程确定 这是隐含数吧 然后呢 让你求这个极限 大家主要是要看出来 这是这个极限 好像跟哪个点的导有关 这个得能看出来 那从哪看呀 就从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给了一个 Fn分之1 你想哈 那个导书定义 怎么写 是不是得写 Fx0加德塔 这就当德塔 不就得了吗 那可以看 这个n分之1 能写成什么 对了 能写成这个0 加n分之1 这个0 就是我们曾经的什么 那个x0的味道 这不就变成了 叫x0加德塔 所以这个题 十有八九 是跟0点 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大家应该明白 这个加减法 0是不显示 主动隐藏 你要想出来 乘除法 这个1 是不显示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得主动想出来 你比如说 一个东西 是吧 它的Fn可以是1 这个1 有的时候 能帮你大忙 是吧 你比如一个东西 0加 这个0就帮你大忙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 所以这个题 十有八九 跟0点有关 来吧 我们就把这个 原方程 Y减它 两段对x的求导 那肯定得求导了吗 两段对x的求导 按照隐含数的标准 Y求导 就是Y一片 x的求导 一求导 然后呢 我们要找0点的值 还有0点的导数值 那就是把x的取谁 看 就把这个x的取0 给它带到 这个原来的 隐含数这个方程 这样就能得到 0点的值 刚好是几一 就是这个后面的一 那肯定了 是吧 这样就把这个1 给找到了 就是这个1 待会就有资格 写成啥了 写成这个F0了 好了 那0点的值找到 那再找什么 找0点的导呀 是不再把0点 和这个0点的值 带到这个1节导中 就能找到 这个0点的导数了 那导数找出来 就是多少 导数就是1了 那这样的话呢 整个所求的极限 横等变形 把这个中关号里边 就变成一个0了 0加Delta 减F0 这个1 看 这个1的地方 不就写成F0了吗 1刚好是F0 就这个等号 你得看出来啊 这个等号 是我们平时横等变形 经常用的 是吧 把这个里边写成 X0加Delta 把它写成-X0 是吧 然后呢 把乘改成除 这不刚好是DeltaX吗 打造完了 上下这就充当 咱们曾经的DeltaX 但你注意没有 这道题严格来说 这个DeltaX 只能取0正 它是不是只能取0正 是吧 你只能取0正的话 严格来说 这个应该叫什么导 严格来说 应该叫诱导 其实严格来说叫诱导 所以我写了一个加号 叫诱导 但是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这个题 导数已经存在了 这导数已经存在了 那你想导数已经存在了 那说明啥 说明左导 右导 那肯定都是1了 所以你诱导也是谁 那你诱导也是1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 最终的1 走完了 这个题考的挺好的 虽然不难 但是很能考察基本功 是吧 比如一些 导数定义的熟悉不熟悉 看没看出来 是哪个点的导 看没看出来 谁是增量 看没看出来 增量只能取证 是吧 剩下的就是导 就是这个 隐含数的导数运算了 所以这题啊 既考概念 导数定义啊 又考计算 隐含数计算呀 考的非常好 好 这个题我们就说完了 再来一个 这个第三题啊 这个题数三是没有吧 数三是不要啊 这是数一数二的一个题 叫什么呢 极度标 R等于θ在这个点 找切线的直角坐标方程 像这种极坐标的题 往往是要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直角坐标 或者说改成什么 参照方程啊 那就是把它改成 XY这叫直角坐标 那么你也可以说 这个XY跟θ有关 叫参照方程 这都行 那就是X等于R 口三θ 把R往里带 Y等于R 三θ 把这个R往里带 现在总知道这个转变关系了吧 是不是第一轮复习的时候 老师问这哪弄的 咱们后来 是不是第一轮第二轮 学完了二重积分 那不就知道了吗 二重积分不就这样弄的吗 好 X等于这东西 Y等于这东西 然后呢 就找什么了 找这个切点 是吧 既要找这个切点 又要找这个斜率 永生老师 这不是给了这个点了吗 糊涂 这给的叫什么 这是极坐标下的点 我们要找哪里的 我们要找这个直角坐标下的点 所以呢 让C打取二分之派 看这不C打取二分之派吗 C打取二分之派 带到这个XY 找出这个真正的切点 就是这个XY来承担 那你想 C打取二分之派 那口三一二分之派 那不就是零了吗 X的取零 三一二分之派不是一了吗 那再取二分之派 那这就是我们的 真正的直角坐标下的切点 有了切点再找斜率 斜率是什么呀 斜率就是导数嘛 谁的导 就是Y对X导 那Y对X的求导 当参串方程对待 那就是Y对C打 比上X对C打 然后求这个点 Y对C打看下面 前倒后不动 前面的后求导 X对C打看上面 前倒后不动 前面的后求导 这样求出来 然后把这个点带进去 找到了 这个导数就当什么用 这就当咱们的斜率用 所以进而 那么曲线 在这个点的切切方程 写成直角坐标 就是Y减 这个Y二分之派 等于K 就这个导数 然后那X的减 X的0 就是这个0 一整理 就是这个单 这种题 才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是吧 这个找 切线法线 加长编范 没有太难的 但是这个急坐标一考 你看吧 一定会把 10% 甚至20%的同学 这个给筛选掉 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做出来的这题 对不对 有的同学 是吧 就始终对急坐标 这个陌生 不管是急坐标 这个研究切线 还是这个急坐标 用来计算二重积分 它始终对急坐标 有些陌生 这个你得加强训练 对急坐标呢 再多看两眼 这个这一代就说完了 这个题 数一数二重要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个 那第四个 这个没有标年份 这个呢 没有标年份 是给大家编的一个 非常好的预方题了 这个数学三 也有 都有 说函数在这个点连续 X不取0的时候 这个函数是谁呢 是这个U的微此方 然后求 这个曲线在0点的切线方程 这就到大题了 这个题可以出大题的 那你知道 找这个切线方程 首先要找到这个切点 然后呢 再去找那个斜率 找斜率就是算导数 而算导数呢 就得求极限 所以绕来绕去 还是极限运算 这个题可以考大题了 来吧 先找到0这个点的 那个函数值吧 那怎么去找呢 就是借助这句话 它是在0点连续了 你在0点连续 立即背 是不是0点的值 等于0点的极限值 0点的极限值 是不是拿这个U的微此方求 这什么东西 一的无穷大 屏幕前的 你看出来没有 答看出来了 好 非常好 一的无穷大 等于以1为底 是不是上面来个 V乘U减1的极限 V X的分之1 U减1 是不是1加2X的减1 口算 那加1减1没了 2X跟X的分之1底 那不就是二次方吗 这口算就算出来了 你算出来的没有 答算出来了 非常好 这不是咱们的 这个1的无穷大吗 好了 那这个函数值有了 那待会切点就有了 那就是X的取0 导致呢 这个函数值Y 达到一方 那就是0一方 待会当那个点来用 然后呢 再去找这个斜率 斜率就是什么呀 斜率就是导数了 是不是找0点的导数 0点的导数 那用导数定义了 那就是FX的减F0除以X FX拿这个U的微子方 F0就拿刚才的一方 除以X 接下来算这个极限 那么如果题目 做的多的同学会发现 这个极限 是不是可以 好像在曾经 一千题里面 也单独研究过 平时在训练中 也见过这个极限 这个极限不难 但是做起来 还是有点过程的 那第一步怎么办 是不是把这个地方 是不是U的微子方 给它变形一下 变成以一为底 这个V乘捞一U V乘捞一U 后面一方找超 然后呢 这就变成了两个一相减 两个一相减怎么办 800遍了 是不是踢走公因子一方 这不俩一相减吗 踢走公因子一方 然后前面这段就多减个二 后面就变成一个减一了 然后怎么办呀 然后是不是把这一大坨 当做什么 当做狗 当做U 当做X E的狗字方减一 E的U字方减一 E的X字方减一 而且达到零了 所以可以干嘛 等价 那你看 是不是分子 就等价成了这一大坨 当然那个公因子始终照超 比如说 这东西为啥达到零 你这个 是吧 过分了 这个 这一大堆肯定达到零 你可以算算吗 Lowin1加2X除以X 他俩相处 极限是2 那2减2不达到零了吗 好 然后怎么办 再变形上下都乘X吗 那你看 上面就变成Lowin自己了 那乘X就是2X 下面乘X 那就乘了X方了吗 好 那这样的话 底下这个地方 乘了这个X方 那再往下这个极限怎么算呢 大家就明白了 再往下有人落比达 有人抬了展开 可是你忘了咱们在 专题1里边 总结的等价吗 谁减谁 这不是Lowin1加 X-X吗 以前是X-Lowin1加X 等价于1 2X方 今天等价于-1 2X的平方 那不就这点东西吗 那不就-1 2X的平方吧 等价呀各位 是吧 别忘 好了 所以切简房称那就是Y-Y0 就是这个0点的值 等于K倍的就是导数 X-0 然后把它一整理 最终那就是Y等于这一对 好了 屏幕上这个题10分 你想这个题出第一个大题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吗 第一个大题吗 你看你翻翻近几年真题 第一个大题以前都是基本上考极限嘛 但是呢 这几年它变着花样 你比如2020年 它考什么 打开这样的 它考坚勤线 它编了一个U的V子方秘指函数上考成酸坚勤线 大家想 酸坚勤线 说白了 说穿了 还是什么运算 极限运算 对不对啊 你比如说导数定义 那导数定义的题 说白了 是不是也是极限运算 那导数定义的题 那可以以什么形式编出来 那可以以这个切线法线的形式编出来 像我这个第四题了 就很漂亮 考到重要的秘指函数 秘指函数是我们的重要研究对象啊 这个你是吧 好了 那这个第四题就说完了 然后呢 这个第五题 这个数学三也是不要的 这是数一数二的 数一数二的一个什么呀 这个变化率的问题啊 说点P在这个三次抛无线上运动 呃 远点跟点P间的距离为L 那这个距离 那咱们先把距离找到吧 谁跟谁呀 远点跟点P的距离叫L 那点P呢 咱们就随便假设 点P就是叫X X三次方 它因为在这个曲线上嘛 两点间距离就是横左标减 横左标平方 重左标减 那就是P自己的 坐标平方了 那就是X的方 再加上这个Y方 这个Y方呢 就是这个Y啊 那这一代入不就行了吗 所以这个距离就被我们找到了 好 找到距离 然后怎么办呀 呃 让你算这个距离 对时间的变化率 变化率三个字 划重点 就是导数了 是不是 接下来要算这个R 对时间的导数 那怎么对时间求导 把X当中间变量 那就是让L对时间去求导 是这个意思哈 你看 他对时间T求导 咱们怎么办呢 先这样 把这一大堆 是吧 先对X的求一下 这谁呀 这不是根号U吗 根号U不是二倍的根号U分之一 里边再求导 2X6X5 完了吗 没有 这一大堆仅仅是对X求导的结果 然后再来个什么 再多乘一个X对时间T的导 因为这里面的X 它是干嘛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最终的字编量是时间 这个需要注意 好了 这就求出什么了 这就求出来了 距离L对时间T的变化率 就是导数 就是屏幕上 那么这个他让你找谁 只让你找那一时刻 哪一时刻 如果点P的横左标 对时间的变化率为V0 就是这个X对T求导 是吧 你看横左标就是X 对时间的变化率 就是对时间的导数 这家伙就是V0 这家伙始终是V0 然后让你算那一时刻 哪一时刻 当点P跑到11 那一时刻 点P跑到11 那就是X取几了 X取1了吗 就是我们只算这一时刻 那你想 跑到11这个点 那X的一旦取1 往这一带 上面就是2加68 那2乘根号2 然后这个家伙就是谁了 V0 这题目说的嘛 是吧 点P的横左标 对时间的变化率 始终是V0 那不是始终是V0吗 一整理就是这个结果 这是考顺时 就是这一瞬间 这一瞬 这一时刻 距离对时间的导数变化率 就是这么大 2跟2在V0 当然这个题 它没有写单位 它没有写单位 咱们也不写单位了 因为它这个地方 没有写单位 它只给了个V0 我们也只写2跟2V0就行了 如果它有单位的话 你要把单位加上 好了 这种变化率 都是对时间T去求导 这种题呢 数一数二 尤其数二喜欢出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整个专题5 导数定义 导数的几何义 甚至数一数二 自己独有的 这种变化率的问题 就全部帮大家总结完了 好 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然后转入专题6 叫求各类函数的各节导数